大家好,我是阿勇 本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道腌韭菜 韭菜经常吃可以温补渗养 降低血脂等等的一些功效 今天从市场上买了二斤新鲜的韭菜 下面我们把韭菜清洗干净并且窄干净 清洗韭菜的时候多换几次水 把韭菜上头的泥沙冲洗干净 韭菜全部冲洗干净以后 我们摊开晾干水分 如果着急的家人可以用风扇把韭菜吹干 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下面准备一些料头 绿线椒少许改刀切成线椒圈 小米辣少许切成米辣圈 二者切好后我们放到一边备用 韭菜晾了半个小时后 韭菜也晾好了 我们把韭菜改刀切成两厘米长的段 不要切得太长 切得太长的话 孩子吃会很容易呛到喉咙 腌制韭菜的叶子也最好一起腌制 自己家吃没有必要把韭菜的叶子扔掉 切好的韭菜我们放入到盆中 下面把切好的辣椒圈也倒入到盆中 再给盆中加入40克左右的食盐 我建议食盐不要加的太多 根据你个人的口味来进行调整 这头有一个比例 一斤韭菜加25克食盐左右 最后呢我们用手把它拌均匀 拌均匀后我们腌制一个小时左右 腌制到韭菜肉眼看到变软以及颜色变深 下面我们再煮一个腌韭菜的汤汁 首先给锅里加入400克的米醋 再倒入500克的清水 再放入洗净的花椒5克 下面再给里面加入20克的白糖 来综合这个醋的酸气 如果没有白糖的话 你放冰糖也可以 下面呢直接开大火煮开 煮开后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了 让这个汤水晾凉备用 一个小时后我们的韭菜也腌制好了 下面我们准备一个干净的密封罐 这个密封罐不要有生水和油 简单的说就是干净以及干燥的罐子 如果有水和油的话 那样腌制韭菜的话就会坏掉 下面把腌制好的韭菜呢 我们放到罐子里 我们把韭菜全部放到罐子里之后 我们再把晾凉的料水倒进去 调料水呢刚刚淹没住韭菜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往罐里加入少许的高毒白酒 加入白酒主要是为了起到杀菌的作用 下面呢我们给它盖上盖子 放到冰箱里一星期或放到阴凉干燥处一星期以后 这个韭菜就可以吃了 这样腌制韭菜呢 非常的酸脆爽口 而且特别的好吃 它就当作一种开胃小菜来吃 你也可以拌面来吃 这样腌制的韭菜呢 你保证放上半年或者一年都不会坏掉 是不是很简单呀 你学会了吗 更多家常菜请订阅点赞 阿勇每日小厨 阿勇每天带给您家的味道